玉里中正路段是最容易淹水的地区 有民众也跟正民代表 一击里长反应要尽快处理 于是玉里正公所就针对 一淹水地区来做改善工程 结果在开挖以后发现 道路两侧的边沟 衔接路段断面部分 确实是跟现在不符合 不仅是少于50公分 高度也不够 导致遇到强降雨 无法及时的排水 才会酿成淹水 而目前发现有31公尺 有这样的现象 公所表示会马上启动 找寻经费 针对以前的断面不足部分 来做改善 玉里的中正路段 是容易淹水的地区 民众也有跟正民代表 及里长反应要尽快处理 于是玉里正公所就针对 一淹水地区来做改善工程 结果在开挖以后发现 道路两侧的边沟 衔接路段的断面部分 确实跟现在不符合 不仅是少于50公分 高度也不够 导致遇到强降雨 无法及时的排水 才会酿成淹水 这个断面 当然也是以前旧有的排水沟 但是它这个断面 应该是不是正常的一个设计 因为我们以前的如果这是算 都市计划的计划道路 道路两旁的边沟 照正常它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 截面来去做排水 那很显然的这个截面 是不足以排我们 那个急降雨的水的 工所表示目前发现 有31公尺有这样的现象 表示也会马上启动 找寻经费 针对以前的断面不足的部分 来做改善 所以这个部分 有捐以这个工 这个工程的一个施作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那在我们这新做的水沟的两侧 那我们也会去找经费 来针对这以前这个断面不足的部分 来做改善 正公所表示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不可考了 也无法追溯到底是哪一年 所做的排水沟工程 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 把所有断面不足的部分来解决 给预理证明一个符合规定的排水沟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